好 最新消息来看到总统证监会目前已经登场了 来看现场的最新情况 而去人是兵的目的 两岸和平协议的危险 我们的陆海空三军都知道 为什么我们的马总统不知道 让这样的总统来继续统帅我们的三军 台湾不是非常危险吗 除了主权和民主的流失 马政府经济治理的无能跟草率 也让人民不安心 国民党总是说 他们比民进党懂经济 但是钱到底花在哪里呢 哪一个懂经济的团队 会随会喊出633 会喊出资政后股市两万点 害许多股民住进套房 会在全球经济情势动荡不安 前景不明的情况 还喊出黄金十年 轻率的承诺就是不负责任 口号治国就是无能的表现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同意我的这一句话 马总统很自满于一些冰冷的数字 因此看不见人民真实的生活 体验不到人民的不安与痛苦 这几年来 马总统对经济对策只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对中国开放及签EPFA 把依靠中国当作经济的万零单 结果台湾经济快速的香港化 产业投资向中国倾斜 工作机会与专业人才大量流向中国 第二个对策就是大量举债 乱花钱 马总统很懂得省自己的钱 却不懂得帮国家省钱 还一直向子孙借钱 他说花钱不是债留子孙 而是投资 但是民进党在执政的第一任 留下了很多的沉积 高铁 打通雪山隧道 基隆河的整治 高雄饮水品质的改进 而马总统这一任四年 比民进党八年花的钱还多 究竟留下了什么 人民一点印象都没有 口号治国承诺跳票 自我感觉良好 我们真的要让这样的一个人 继续领导我们这个国家吗 马总统的黄金十年 只是一句口号 要麻痹人民 相信明天会更好 但是民进党的十年政纲不一样 我们的态度是要去面对问题 所以我们写的是台湾 无可回避的挑战 写的是我们迎接挑战的方法 这就是蔡英文和马英九 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会看到问习的核心 我们不会用文宣的思考 来思考政策 我们更不会提出虚幻的数字 来欺骗大家 麻痹自己 所以民政党再度执政之后 我们会重视多元的对外经贸关系 积极开发新的出口市场 不会像国民党一样 只想依赖中国 我们会以创造就业机会为核心 重视人民生活实质的提升 而不会像国民党一样 只会重视冷冰冰的统计数字 我们会重视劳工 农民和中小企业 而不会像国民党一样 只重视大财团跟企业家 我们会重视区域平衡发展 而不会像国民党一样 重北清南 重城市 清乡村 我们会推动知识创新 产业升级 而不会像国民党一样 只有口号 而没有具体的行动 我们会重视经济环境的改善 制度的改革 而不会像国民党一样 只是用炒作 泡沫经济 乱花钱 来处理问题 2012年 台湾将面临严酷的经济挑战 全球的景气 因为欧债的问题 已经急速的冻结 台湾也受到冲击 外销订单 大幅减少 出现负成长 经济成长率 已经适度下修 无薪价又重终重来 现在官方的统计 已经超过一万人 民间的统计 则是官方的三倍 台湾的产业 正在面临生存与竞争的困难 而这样的困难 将持续到明年以后 加上国际景气降温 竞争对手 不断的自我超越 中国市场 成长趋缓 和政府财政纪律的败坏 台湾面对的问题 真的不是喊喊口号 就可以解决 在风险当中 我们需要有一个产业固本的策略 让台湾站稳的根基 才不会怕挖打风 在执政之后 我们将有一套整套的计划 来推动产业的绿能化 智慧化跟在地化 这不但是为了因应景气的衰退 也是未来产业应该走的方向 在这里 我要说明这几个具体的做法 在绿能化方面 未来四年 所有的政府机关 学校及公共建设 都要全面换装 符合照明及健康的LED分号 未来这四年 我们将推动所有工业区 及科学园区 装置再生能源发电系统 提升节能科技的运用 那么在智慧化方面 我们要在2016年 让上网的速度追上韩国 费用大幅降低 我们要在2016年 让有限电视数位机上核的普及率 达到90% 加速数位内容的发展 我们要着手为家户换装 智慧数位电表 促进节能的效果 并带动相关产业的产值提升 在在地化方面 我们会设立 1,000亿的乡村发本基金 帮助青壮年在地创业 并加速乡村产业的发展 创造在地的就业机会 我曾经引用张忠谋 董事长的一句话 他说 政府要珍惜台湾的产业 这4年 政府的效能不断倒退 台湾竞争力的根源 就在于民间可贵的产业 和人力的资源 政府真的应该要珍惜他们 让他们做他们最有力的后盾 各位国人同胞 要让一个政府有作为 有担当 其实并不困难 只要掌握两个关键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 领导人能够掌握政策的内涵 不会信口开河 也不会被下属蒙蔽 第二个原则 政府各部门要上井发条 不敢欺上埋下 勇于解决问题 而不会自我麻痹 这两个原则 马政府四年来都做不到 但是人民等了四年 也苦了四年 我们不能再等下去 苦下去 未来这四年 就让蔡英文来为台湾人民做到 谢谢大家